大家好,我是阿七 最近很多信任朋友在问我 我怎么打地面打不准 或者说我打头顶,打高处打不准 今天统一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打地面,高处,尤其是头顶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正确的姿势 我们的手呢,先放下 然后我们慢慢抬起来 后手能固定 好,然后前手慢慢往前推 好,慢慢推,一直推直 好,大家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打我们的水平方向的正确的姿势 好,我们放下来 当我们练习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这样对着镜子 慢慢的抬起手来 后手先固定住 然后往前推 对,好,我们放下 这就是说我们打这个水平位置 很多人说我打地面,打手是什么原因呢 好,我们看一下地面的正确姿势 好,后手固定以后呢 前手往前推 我们是腰动 大家看一下,对,我们是腰动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半身整体的姿势呢 还是一样的 胳膊还是水平的 好,我们把腰直起来 好,我们再动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是我们的腰动 对,我们去打地面 好,再使劲角度往下 对,对,对,好,停 这就是我们打地面的正确姿势 很多人说打地面会打手是什么原因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很多人呢 好,后手固定以后呢 前手推开 只是前边的手去找了目标 对,后面的手没有跟着动 放开 然后打出去以后会打我们的虎口或哨指头 正确的姿势再给大家做一遍 后手固定 前手拉开 好,我们的腰动对腰动上半身一起动 好,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打地面 下面的给大家看一下如何打高处 道理一样 我们姿势呢 好,拉开后手固定 前手往前推 腰动我们往上对腰动 整体往上 像这样去打我们的高处的 像电线呀 树梢呀 或就是说头顶以上角度的目标 好,我们再给大家做一遍如何打高处的目标 好,我们双手抬起来 后手固定 好,前手往前推 好,我们的腰动 对,这样去打 好,这就是我们打高处地面 这就好